中国海军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美国能做什么 互动乘场可能在一年时间内下水三艘075型两栖舰 这样的速度的确让对手焦虑 美媒国家利益军事专家大卫撰文 中国海军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规模 分析了中国海军近年骚舰的状况 大卫在文中提出疑问 针对中国海军的发展 美国能做什么 大卫援引了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对中国海军的分析数据 称在2019年 中国海军拥有313艘到342艘军舰 而同期美国海军只有285艘军舰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埃里克森教授指出 海军只是中国海上力量的一小部分 其中还包括了海警以及海上民兵组织 按照舰队数量上来说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部队 按照美国军事专家的说法 中国海上力量至少在军舰数量上 已经远超美国海军 但是拥有11艘航空母舰的美军 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被他国海军超过的样子 这让人感到蹊跷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比较中美海军的规模 实际上 美国人故意忽略了一个数据 那就是海军军舰的排水量总吨位 这才是战斗力的最有力说明 截至2019年 美国海军的总吨位接近500万吨 中国海军180万吨左右 从军舰数据上看 中国数量上看上去占优 实际上舰艇要小得多 差距高达300多万吨的排水量 显示了中国海军规模 比美军还小得多 实际上 近年来美国军事专家们的表现 让人感觉有些奇怪 他们总是莫名其妙地为中国海军疯狂点赞 各种惊呼中国造舰速度快的文章层出不穷 虽然中国船厂近年来加快了造舰的速度 但是每年下水的新舰排水量总吨位 同美军相差无几 鉴于美军百年海军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 而中国海军在2015年之前 还被称之为绿水海军 中国海军不管从规模上还是经验上 都同美国海军有较大距离 不过美国人之所以惊呼 或许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趋势 那就是中国船厂的确有非常强的建造能力 目前能够建造军舰的大型船厂 就有大连船厂 江南船厂 沪东船厂 武昌船厂 黄浦船厂 五湖船厂等等 还有不少建造商船的船厂 也具有建造军舰的能力 中国船厂建造军舰的能力还在提升 大连船厂和江南船厂建造055大区来说 在短短6年时间 这两家船厂一共建造了8艘大区 沪东船厂去年到今年 可能在一年时间内下水三艘075巡两栖舰 总爬水量10万多吨 这个速度的确堪比战时速度